就是因为经济太差了 现在民进党的113呛马大游行 也演变成为全民出草 不止军工叫说要加入 就连原住民朋友也说要一起参加 不过眼看现在改革乱七八糟 很多基层劳工全部都站出来抗议 不过马总统的态度呢 怎么似乎置身事外 我们带您一块了解 好 马政府力推年金改革 不过国营事业奖金被腰斩了 引爆公务人员相当不满 先是昨天已经有公务人员代表 出面来呛官中太放肆 接着国营事业的工会代表 也直言要失言详下台 真的是让这些官员们面子挂不住 因为所有的基层呢 似乎来个大反扑来怒呛怒杠官员 不过马总统似乎这几天 非常低调还置身事外的感觉 这个民进党立委就痛批了 所有的争议源头 其实都是来自于马总统 希望他尽速召开 愿计会议 甚至是博士会议 国民党中场会上 请来卫生署长邱文达 报告二代健保概况 马总统大声肯定 改革有成效 任何一种制度 包括未来这个年金 也是一样 它要与时俱进 也要经常要做通盘检讨 这样才能够把 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克服 随上韩改革 核弹一连串年金改革和国营事业 奖金被砍 让公务员毛起来 呛官员 一发接一发 公务员的大家长 不可以这么放肆 国营事业的员工也对他不满 那我想应该是要考虑 其他狂骂官员一个比一个还大声 眼看政务官变见把 国营事业员工在野党还要上街头 总统怎么能置身事外 马英九总统不治理 不出面协调 事实上只要院计间做下来协调 就会导致一个共识 可是现在看起来 同样一个政府 同样的不同的考试院跟行政院 打成一团 马总统喊改革喊得震天响 越改越乱 却只会推官员出来 挡子弹 自己等着享受改革美名 在立新闻黄大峰黄诗婷 台北报道